来看到这是立法院爆发的 戴维投票的风暴年改复议案 在昨天重新投票了 蓝绿都是祭出甲级动员 关键主角鲁献一立委 他现在也回到了现场投票 但是呢 这一回各界最关注的对象 不是鲁献一变成了民进党的立委吴炳锐 原因就是因为吴炳锐 他在表决的时候不小心投错票 居然投下了反对票 形同跟国民党的立场是一致的 反对民进党的复议案 而国民党党团总招傅昆奇 直接就在现场邀请吴炳锐 干脆加入国民党 赞成50位 反对54位 年改复议案 蓝维如献一被控幽灵投票 周五任会重新表决 蓝绿假动备战 国民党团顺利否决民进党的复议 但民进党团本该有51张赞成票 怎么变50票 到底谁跑票 侯孟凯看啊看 帮民进党抓战犯 抓到了就是苏贞昌的子弟兵 吴炳锐一次投错票 演变成跟着国民党一起反对民进党的复议案 蓝维们掌声响起 总招傅昆奇还高喊 欢迎加入国民党 让柯建民只能苦笑应对 吴炳锐声明 吴炳锐刚才表决 与民进党党团一见一致 吴炳锐不破网 但改变不了投票结果 这回卢献一人到了 想也没想到是民进党出包了 绿委们连两天状况不断 18号司法委员会审国会改革法案 蓝维罗志强提散会动议 结果民进党集召委中嘉宾 喊休息后就神隐了 罗志强还坐看板携寻中嘉宾 等待时间 蓝维委互酸彼此 身后无限要站起来 发咖啡给蓝维们喝 这贾民进党 这给你们看 天下没有白十五三 中嘉宾审言166分钟后 回到委员会处理散会动议 结果民进党表决吞败 会议解散 面对罗志强的酸言酸语 中嘉宾尊重 但也反批蓝营 透过散会动议 阻止重大法案讨论 只是搞生意 让意识空转 恐怕也不是国人乐见 国民党的立委许炒欣 现在卷入的是大姑的诈骗洗钱一案 现在连日遭到绿营猛攻 而最近绿营还指控 许炒欣疑似帮她的婆婆 向台北富邦银行 喬贷款利息 好不过对此呢 许炒欣她直言说 自己完全不知道婆婆去贷款 她更表示说 不知道婆婆 是向哪一间银行来贷款 她的婆婆去借钱 更没有告知她 以及她的先生 如果说她真的问过的话 她一定会阻止 好但现在又是一个大型双标现场了吗 因为立委黄杰还有北溪员苗伯雅 就猛攻许炒欣她带劳力士名表 怀疑她根本就没有申报财产 不过现在就有脸书专业 郑克爽也挖出了 这是绿营的立委 邱逸营她拥有两支名表 这个价格分别是 46万元到31万元不等 苗伯雅曾经说 手表超过20万元 没有申报就是违法 但现在发现邱逸营 她的确没有申报 好侧疑现在狂打徐晓星 几乎是每日一报 现在也是议员钟佩军 她就表示说 现在呢 徐晓星根本就是民进党的流量名 我觉得是想 绿营这几天 接着这个徐晓星大姑的话题之后 再讨论她的穿搭 其实那个带风向跟影射的意图 非常明确 那但是我觉得绿营的朋友 这个不知道是公司做不够多 还是证据挖不出来 就是做细做半套 你今天如果是直接讲说 有证据她去拿了这里面的钱 然后这个用在买这些东西 有很明确的这个连接 你就直接讲出来 就是她就一刀斃命 大家都不会再讨论 可是你不是 你就是似是而非的 在带这个风向说 她穿的这个很贵 其实很多 我们不用去评论 很多网友会去推算说 她以她的收入 在这个社会上 如果年收入 这个议员薪水也不是秘密 大家都知道 大概两百万左右 那她又是一个超级通告卡 她一个月的通告数量 可能跟我右边这位 这个委员不相上下 他们都是这个 明星阵容的名义代表 所以她一个月通告费用 可能我觉得跟她的议员 委员本心是不相上下的 所以她等于是有两份薪水在 因为她基本上是工作狂 那这样的薪水 是不是可以合理的 在这个台湾社会里面 穿戴这样的衣物 我相信大家自己有公平 那至于她应该要花在 合理的投资理财 还是花在这些这个身外租商 那是她自己的选择 那回过头来 我们对一个名义代表的检视 今天除非你非常明确的链接 她是拿不乏所得 去买这些名牌 或者是这些精品店 有人主张 看到了她拉行李箱 这个很奇怪的消费方式 真的踩到法律红线 那你出来讲 那否则就是让台湾社会 又陷入一个仇富的漩涡当中 你以为这个挑出来之后 从此以后大家就都穿 这些快时尚品牌 再也不穿名牌了吗 戾气我觉得真的放错地方了 现在传出又有法官倒下了 全国法官在昨天发起了白花运动 是要挨到坠楼身亡的 士林地院法官李昭然 但是呢这个运动才刚刚办完之后 台湾高等法院民事庭 只有传出有一位 48岁的陈姓女法官 在昨天下午突然在办公室昏倒 送医之后还在抢救当中 赖清德第四波内阁名单 是由准刑政院长卓荣泰宣布 是由这个气象专家彭启明出任 环境部长 现在被认为是内阁的大黑马 彭启明他表示说 520之后的重点将会放在 气候减烫 还有碳费率等等的议题 而针对外界认为 彭启明是赖清德的人马 其实他现在也解释了 两个人只是君子之交而已 自己很久跟赖清德没有见面了 担任环境部长是受到 卓荣泰的征询 专业的口吻 熟悉的声音 气象专家彭启明爆天气 但未来可能暂时看不到了 是我们新任未来的环境部部长 彭启明彭部长 520即将上任的赖政府准内阁公布 第四波人血 由彭启明出任环境部长 这大黑马没有人提前预料到 我是其实是接受到 这个卓院长的征询 希望我来担任这个角色 所以我跟赖总统之间 其实是最早是在台南市长的时候 他在气候边线的问题 请我去演讲 能不能来帮政府的忙 我的确我是有一点心动 可是想到这个挑战是很大的 又有一点反悔 所以的确在过去这几天 都是天然交战 彭启明提到自己 和准总统赖清德有几面之缘 其实早在2019年 赖清德挑战蔡英文连任时 就有借重彭启明的常才 请益网络行销策略 当时还被拍到 跟多位新系列委和幕僚 进出位在台北的办公室 2023年赖清德也接受 彭启明节目专访 两人再次有互动 因此彭启明也被外界认为 是赖清德人马 其实那次被拍到 我也很冤枉 因为他要去日本 他的团队问我说 有没有认识日本的专家 其实并没有报恩这个事情 所以因为我也没有签他 他也没有签我 所以我跟他 就是一个君子之交 国安外交这一块 是根本不让他动的 也就是老美跟蔡英文 要掌握之外 赖清德任用的全部都是 他自己的亲信 一个政府 他不是单独找了某一个人 他本人很优秀 就可以把这个部位带好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洪启明520后的重点 将放在气候 减碳 碳费率等政策 至于能否为新内阁 带来新气象 洪启明很诚实 他还是想爆气象 但是部长绝对不是长久的工作 未来我应该会回到民间 我还是会希望 我可以做气象主播 这林俊峰 陈欣益台北采访报道 主任行政院长卓荣泰 昨天就宣布了第四波的内阁人士 但现在却有一些人士的部分 是引发了一些争议 卫福部长是前立委邱太元 劳动部长则是由行政院副秘书长 何佩山出任 环境部长是天气风险公司总经理 彭启明 而原明会的主委是由原住民的发展中心的主任 曾志勇来出任 客委会的主委是台南市客委会主委 谷秀飞 而其中何佩山以及邱太元 现在蔡野党都认为说是有争议的 彭启明的人士是最令人意外 国科会的主委吴成文 在19号接受中国时报独家专访时表示 未来的施政方向将会以强化五大信赖产业 作为主轴 包括了半导体人工智慧军工跟监控 还有通讯产业 政策的重点将会放在半导体与AI领域 同时也会配合准总统赖清德 在选前抛出的健康台湾的证件 要打造国民健康资料库 向国人提供运动健康服务 并且携手教育部提升大专学子的数位能力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